大家好,我是沐蔚,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孩进入异世界,看到小女孩用后脑勺啃鸡腿的故事 杰克是个人缘不怎么好的少年,他家里有个得了痴呆症的爷爷,嘴里总是神神叨叨的 所以当爷爷胶着没有枪怎么跟他们干的时候,杰克不以为意,只当是爷爷的病又发作了 更没有好奇他口中的他们是谁 可当他回到家中时却发现家里狼藉一片,显然有人闯进来过 最后他在房子后的树林里发现了倒在地上双眼无踪的爷爷 爷爷告诉杰克,他必须离开这里到那座岛上去,说完便不请人事了 随后杰克看到树林中,缓缓走出来一只庞然大雾 即便他后来消失了,杰克也坚定自己并没有看错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爷爷经常给他讲的故事 在一座神秘的小岛上,有一座儿童之家 里面的校长是能化身为鸟的佩小姐 还有许多能力各异,形态各异的人 从前他只当是爷爷为他编造的水前故事 现在想来或许就是爷爷自己的亲身经历 为了查清事情真相,杰克踏上了寻找儿童之家的道路 在那座岛上,杰克看到了早在1943年就被导弹炸毁的儿童之家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在里面看到了爷爷故事中的特异人 有力大无穷的小力,有体内藏风的小风 有会隐形的小隐,有被看到脸就能石化人的双胞胎 有能双手放火的小火,有能催生萝卜的小螺 有能让木偶活起来的小木 有能用后脑勺吃东西的小鸭 有能用眼睛放映电影的小影,还有比空气还轻 只能穿牵鞋的小青 哦对了,这个小青还跟杰克的爷爷交往过 杰克终于见到了爷爷口中的佩小姐 佩小姐告诉他,儿童之家的人一直停留在1943年9月3日 也就是儿童之家被导弹炸毁的那天 佩小姐能创造时间循环圈 在这个循环圈里,他们这些特异人会永远循环在同一天 只要在当天晚上9点趁导弹掉下来之前 把时间调回昨天晚上的9点 对他们而言,又是可以继续生活的一天 循环圈里的儿童之家永远不会被炸毁 而他们也永远都不会长大 他们就这样过了73年 这样听上去似乎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 但他们必须在循环圈里生活着 一旦离开了循环圈,他们就会迅速的老去 甚至死去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儿童之家 每座儿童之家也都有像佩小姐一样 能创造时间循环圈化身为鸟的校长 小青将杰克带到了他的秘密基地 给他看了当初爷爷托他保管的东西 里面是一些旧地图 标志着世界上其他循环圈所在的位置 照片上那些白眼珠子的人也是特异人 但他们是会抢掠儿童之家的坏人 是爷爷生前狩猎的目标 小青还告诉杰克很重要的一点 只有拥有特异功能的人才能进入时间循环圈 这也就意味着杰克和爷爷其实都不是普通人 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特异功能 那就是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隐形怪物 佩小姐告诉他 许多年前特异人中分裂出一个派别 那个派别的人不满特异人必须生活在时间循环中 于是他们想通过鸟人能创造时间循环圈的能力获得永生 为此他们捕捉鸟人进行实验 但因为实验失败 他们都变异成了隐形的巨型怪物 多年后他们当中的首领 找到了能变回人类形态的方法 就是要蚕食够一定数量的特异人的眼睛 这也就意味着杰克爷爷的眼睛正是被那些怪物吃掉的 有个鸟人老太太从2016年的时光循环圈中 来到了佩小姐这个1943年的时光循环圈 因为那些隐形怪物将它时光循环圈中的孩子们都吃了 它是逃过来的 怪物进攻的越来越凶猛 也快来到了他们这个1943年的时光循环圈 佩小姐意识到 他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去往另一个时间循环圈 而且需要杰克那双能看到隐形怪物的眼睛 以随时留意突如其来的危险 但每个时光循环圈所连接的现实世界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杰克跟随他们去到了另一个循环圈 就会回不到自己现在的现实世界了 所以他选择了放弃帮助他们回到自己的世界里 不料他刚回到现实世界就看到有人遇害了 眼睛也被挖走 这让他瞬间想起了会吃人眼珠的隐形怪物 他想跑回儿童之家通风报信 没想到自己已经被化作了人形的怪物首领跟踪了 还被劫持着进了儿童之家 佩小姐为了救他将自己交换了出去 怪物首领把佩小姐从这个1943年的时光循环圈 抓去了鸟人奶奶的那个2016年的时光循环圈 为了抵御怪物侵袭 他们一路防守一路逃 最后成功从一旁的大树滑落逃生 为了救佩小姐 他们跟着去了2016年的时光循环圈 并进入了怪物的大本营 他们将隐形怪物一路引到事先设置的陷阱里 通过在他们身上扔血扔颜料的方式让他们显行 然后用小木制作的木偶作战团跟怪物对打 将虾兵蟹将解决完后 便回到他们的大本营对付剩下的怪物 留守大本营的怪物要高级许多 即便对抗的很艰难 他们也齐心协力赢得了胜利 杰克和小青最终也走在了一起 他们将向未知的旅途继续进行下去 本片来自奇幻片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尉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尉 咱们下期再见